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为大家介绍,新的一辑关于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和故事。 在做完上一辑的任者生平后,我们搜集了一些新的资料,同时对旧资料也作了一些整理。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修订。任劍辉,生于1913年2月4日,出于1989年11月29日。任劍辉原名任勒初,又名任婉宜,出生于广东南海西潮,毕业于广州小学,是中国粵剧演员。 任劍辉自幼喜爱粵剧,广州小学毕业后,十四岁那年,跟随儿母小叫天,学习粵剧。 其儿母小叫天,那粵剧女小母,任劍辉得小叫天的引箭,跟从当时在广州, 先思天台演出的全女班,有女马斯增之称的,粵剧女小母王女俠学艺。 王女俠唱造模仿马斯增,演的是灰鞋戏。 任劍辉,一心要做正式的女文武生,对王女俠的马康, 不敢兴趣,却对粵剧一流文武生,桂名羊的唱造,极为心仪。 故此,任劍辉闲时,便往戏院打气钉,从中偷师学习。 故当时,任劍辉的新型台报,极受桂名羊的影响, 因而有女桂名羊称号。 任劍辉在王女俠的提携下,几年间,以声为正印小生, 经常下乡演戏。 他最先是在广州的天台游乐场,演出粤剧, 参加的是全女班,班名叫镜花燕影, 初演小生,后演文武生,演的多是马派, 亦即是马斯增的戏。 任劍辉,其后四处走浮, 在吴州,佛山开始成名。 成名作是,西商代月,当时, 安华公司天台游乐场的粤剧场, 拉拢他加盟全女班的,群方燕影剧团。 1939年,他已在群方燕影剧团中, 淡挑大梁。 他的戏路,这时已从马派转为贵派, 演出极具贵名羊的风格。 不久,任劍辉改头, 梅花影粤剧团, 与谭兰兴拍档, 经常由广州疑私澳门演出。 任劍辉女扮男装, 反串演出文武生, 任劍辉演的多是文气, 由于他声,色,艺俱全, 扮相俊俏, 风流瀟灑, 绝无女儿态, 不小太太, 少女, 甚至马者等女性观众, 都为之谈到, 故此, 他得倒了戏迷情人的美誉。 各位关于任者, 任劍辉的生平, 和他唱过的曲目, 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 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 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 不要错过。 同时, 请大家记得, 订阅我们这个 阿N与阿Lam频道, 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同时, 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 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 拜拜, 我们下一条片见。